一起來跟妳講說 欸 好癢喔 好癢 我忘了妳 真的妳蠻不正經的妳喔 她說啊 不要被套化了 喔 我好聰明喔 謝謝妳喔 不要再問了 這是為什麼想要接演這樣的 因為她跟妳的特性真的差非常非常好 就是妳知道想要挑戰 就好像想要挑戰水中生產 不打梧桐一樣 就是妳喜歡逼自己 妳知道嗎 就是有點變態啦 我們導演當初要選擇 就是要請Ella來演這樣的講 妳要不要老實講 妳要不要老實講 就是其實是片方指定 就是說如果沒有Ella姐的話 那就沒這副電影 好 那結束呢 趕快好好寫劇本這樣 就一定有Ella姐的加入這樣子 他們都習慣叫我姊姊了啦 雖然導演年紀是比我大啦 應該有吧 妳沒有比我大 那妳要好好保養喔 在拍這個戲的時候 其實姐姐都會照顧我們很多心情啊 然後當然有時候 比較可怕不好演的戲的時候 他會唱一些歌來娛樂我們一下 之類的 妳要不要把這句寫到這個 夏天裡面很難耶 很難喔 真的 也會有難倒妳的事情喔 會有很多事 我想說妳不是才子 音樂才子很厲害 妳沒有這樣說啦 妳沒有這樣說 可是我這樣認為 謝謝 可愛 妳覺得妳是第一次見Ella粉 有沒有被姐姐騙到 好漂亮 被她嚇到 蛤 嚇到啊 就好的嚇到 太熱情了 太熱情了 對 就是很能感受到 她會在片場照顧人的那個氛圍 妳在兩個合作音樂的感覺 有沒有 有符合妳的期待嗎 有啊 妳唱得很棒 謝謝 妳給我一 我從來沒有幫女生寫過歌 沒有幫女生寫過 沒關係啦 反正以前我也比較忠心一點啦 對 那要不要再講一下 今天剛好跟Selina的電影空間 喔 對 對 對 我知道 這就是姐妹啊 妳知道我們Selina 剛剛才處理完而已 所以剛剛好去Selina那邊的舉手 喔 妳們全部都有去喔 蛤 有什麼事情要問嗎 她剛剛有跟前幾天妳吃飯 前幾天有啊 有吃飯 對 我跟她的男朋友一起來 她說啊 不要被套話了 因為她剛剛有說她回答了 她說她什麼都不知道 那我也只能說我什麼都不知道 喔 我好聰明喔 謝謝妳喔 謝謝妳喔 不要再問了 謝謝我們的媒體朋友們 嘿 就是要跟好朋友的戲 好像有點對答 是 我不會覺得是對答啦 因為畢竟她是4月1號 我是3月25嘛 還是有隔一段時間 可是我知道大家一定會 就會說會不會有壓力啦 然後是不是會被拿來做比較啊 我其實沒有想到那部分 我反而是覺得很為我們都開心 我們拍片的第一天 然後那時候在一個學校的操場 然後你知道南部小黑蚊 是沒有在跟你客氣的 我只要露出來的地方 全部都被小黑蚊叮咬 我身上至少有兩三百的咬痕 就是在我腳踝這邊 然後我大概有三個晚上沒有辦法入睡 我會被陽醒 對 然後痒到我有時候要起來 拿冰敷袋一直冰敷 那個真的太陽了 妳是不是也被咬 對 我的屁股被咬 屁股啊 那有些重點的地方 沒事沒事沒事 那我就放心 那你是不是就說 欸好起來跟你咬 不過說欸好養 然後咬 我忘了 你真的蠻不正經的你齁 欸你這個小姐 你問出這種問題 在這麼大的重面前 你不會拍誰呢齁 她比較年輕比較開放一點 喔比較有開放 開放一點 你說敢打架喔 小時候有 我跟你講我小時候打架起來沒有 因為我再客氣了 你知道我可以抓著我幾點頭髮去撞牆那種 我姐就大哭 然後她就覺得我很恐怖 然後我有時候小時候也跟我弟打架 我就攻擊她 比較廢弱的部分 然後我媽就很生氣她說 阿華你怎麼會這樣啊 她是你弟弟咧 然後我心裡更不平衡 怎樣 她是我弟弟 那我不是你女兒嗎 就是小時候真的 年輕人有時候會不理解那種 然後那個氣來的時候就會很衝動 我如果跟人家面對面吵架 我會流淚 好粗辣喔 我什麼都沒有用 我會回答也一定都是一把 謝謝 不要叫我現場唱 那個很高 我一定會 會這樣 好好回答 可以是 可以是耶 我會想回答 我就很讚阿 很熱情開放 我很喜歡 謝謝 好 下一題 不要再問這問題 有阿 她馬上傳給我阿 拜託 想套我的話 我們是誰阿 拜託 傻瓜 她說她什麼都不知道 她說她什麼都不知道 我記得阿 都沒聊到你們家 會問這麼 detail